怎样才能够让巨鱼吃起来没有刺 答案就是像我这样子切密集的一字花刀 今天我们来吃一个龙家泡菜巨鱼 姜葱 盐巴 胡椒粉 花雕酒 泡椒 泡姜这些全部切成口盔 再切上一点姜葱 蒜口盔 今天呢我就使用了这个四川泡菜 有泡辣椒 泡紫姜和泡青菜三种可以选择 现在呢也正在给大家搞活动 选三种组合的更加的划算 用来做酸菜鱼也好或者烧鲠鱼也好 炒猪根也好 都特别的美味 这种泡菜就是拿来炒菜的泡菜了 不是拿来吃起水的泡菜 腌制好的鲠鱼下锅先煎一下 两面煎黄煎香就可以了 煎鱼的油流锅里再来一点猪油 干花椒 泡菜和姜葱蒜 两年成量的红油老豆瓣 全部炒香加水 糖 鸡精 酱油 毛油 煎好的鲠鱼 中小火炖入分钟 鱼肉炖好过后 先露出来装盘 剩下的汤汁水淀粉挂薄芡 香油 藤椒油 淋在这个鱼上 性感的冲发 这个颜色看起来红亮亮的 味道的话也绝对不会差 是不是你们喜欢的味道 满满的都是川味浓郁 四川的家伤味 太好吃了 这鱼 微微的辣味真的超级的香 蒸汁不掰的这个味道 来看看 即將资格水淀粉 你会认识了吗 你会认识至少年